申报2014年所得税的报税季已经展开 大家最关心的是 欧巴马健保施行之后的新税制 以及肥霸肥咖条款 如何会影响报税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 特别举办免费的税务演讲会 针对复杂的重点税务议题提出解答 北美会计师协会会长开门见山 第一句话就是 这是美国政府收网的时候 而这句话可以说是为 2014年所得报税季揭开了序幕 肥霸肥咖条款于去年7月1日正式生效 而海外金融机构向联邦国税局 提供资料的期限也即将截止 今年3月31号 国外的金融机构就要开始 把这个资料报过来 在申报之前 我相信海外的美国的纳税人 他们很多都已经收到肥霸肥咖的信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 正式要面对这个问题 民众为了复杂的肥霸肥咖条款而烦恼 为此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将举办演讲会 特别对此提出报税建议 我们这次也特别跟台湾的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其中的一所就是这个KBMG 我们了解这个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最新的状况 也跟我们男家的侨美来分享 此外让人头痛的还有因为欧巴马健保失行而改变的税制 纳税人可能因为收入水平改变而面临税务优惠降低的情形 甚至要补税都会打乱家庭财务支出 而高收入水平的纳税人也会因为欧巴马健保的实施 必须负担更重的税 然而会计师表示只要税务安排得当 不是没有合法的因应之道 欧巴马健保基本上面最主要是一些 就是说passive income 就是unearned income 就是说不是赚来的钱的话要扣3.8个% 当然是这个是要达到一定标准以后就是3.8% 所以说那我们基本上面我们会讨论说 在这些不是赚来的钱 就是说不是用劳力赚来的财务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规划这些 把这些财务把它变成不同性质上面的税 那基本上面各位都知道 税法上面有很多是按照你的性质来扣税的 那如果你的性质改变了以后 那基本上面你可能就不会收到 这3.8%的这个税务 许多新移民向往取得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 但是当报税季节来临时 却发现美国万万税 因此北美会计师协会 于这个周末两天举办税务演讲 为民众解惑 其实我们是讲的欧际减保的部分 那另外是税法 那另外一个是劳工法 那另外我们再讲到就是说 Retirement 就是你拿到所有安全利益会不会够 过去23年来 我们每一年都想超民做这种服务的工作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的 税务理财及法律演讲会 第一场将于1月31日 于洛桥文教中心举行 而第二场将于2月1日 于城桥文教服务中心举行 请来多达13位专业会计师 律师还有理财保险专家 免费帮民众在报税上做好万全准备 再次准备